大家好 欢迎来到欢迎看中国 我是善宇 曾经在中国备受瞩目的初创企业 如今却在正迅速的走向消亡 众多的高管坦言 该行业的前景已经显得格外悲观 金融时报报道指出 中国的科技公司创始人和投资人 几乎失去了重现夕日辉煌的希望 曾经如阿里巴巴和腾讯等科技巨头 在国际上引人注目 一位中国高管感慨道 整个行业就在我们眼前消亡了 创业精神已死 这让人感到很难过 根据大陆数据提供商IT局子的统计数据 在风险投资的巅峰时期 中国在2018年创办了51302家初创企业 然而到2023年 这一数字已经锐减至1202家 预计2024年的数据可能还会进一步减少 金融时报报道指出 该行业的困境在某种程度上 反映了中国经济的持续放缓 中国经济受到了长期疫情封锁 房地产泡沫破裂以及股市停滞的冲击 与此同时随着美中关系紧张加剧 美国投资者也大规模的撤资 11位风险投资公司高管 其中包括国有和私人基金的负责人 以及行业专家学者和企业家 他们对行业前景的描绘都是一致的黯淡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5年前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人 是中国最为乐观的一群人 如今他们的态度却变得非常悲观 你再也看不到他们了 据悉风险投资公司正在裁减投资专业人士 有时转而聘用律师或前法官 来处理投资失败的偿还条款 例如律师事务所德衡和中伦文德 将原本负责IPO和收购的团队转型 专注于提供关于赎回条款的咨询服务 至于中共最高层的政治决策密切相关 那些打击科技行业的政策 极大的改变了中国私营企业的环境 包括以垄断或不符合共产党价值观为由 打击私企并在商界继续掀起反腐风暴 去年12月30日 中共央行发文称 同意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约公司 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 这意味着支付宝的创始人马云失去其控制权 支付宝改由中共完全接管 支付宝的母公司蚂蚁集团 此前股权结构变动 马云所持有的投票表决权 从53.46%调整到了6.2% 这意味着马云也退出了蚂蚁集团 实际控制人的位置 2020年11月 北京取消了阿里巴巴旗下 蚂蚁集团在美国的首次公开募股 并对马云进行约谈 从此中国的出场企业领域开始走向下坡路 此外 今年以来中共检察机关以稳定社会预期提振市场信心等理由开展 检察护企专项整顿行动 起诉民企高管的人数大幅增加 据官媒报道 检察机关起诉破坏市场经济秩序 犯罪6.2万人 同比上升了36.5% 起诉民营企业的关键岗位人员 职务侵占 挪用资金 受贿等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的社企犯罪5827人 同比上升41.1% 时政评论员王赫认为 在地方财政困难的情况下 很可能是地方政府找民营企业要钱的一种表现 他说 现在地方政府没有钱 他们找谁要钱 那就找企业搞钱 找企业搞钱的话 企业的经济犯罪是一个最好的借口 过去讲养套杀 现在就到了杀的时候 根本不管养也不管套了 没办法了 现在只有杀了 中共要渡过这个难关 他就要杀 所以现在民营企业的环境其实是很糟糕的 本来中国的经济市场就是一座冰山 再加上地方政府的介入 这是一座更大的冰山 比市场的冰山更难跨越 中共持续清洗金融业 可能扼杀中国初创企业的创新精神 据报道 近年来中共当局以反腐为民意 开始对金融行业大清醒 根据不完全统计 2022年中国金融系统受到审查的干部人数月77人 2023年猛增至104人 截至今年9月10日 据第一财经统计 今年以来已经有67位金融人士接受调查 彭博社报道 自8月以来当局已经拘留了至少三名不同证券公司的顶级投资银行家 让整个行业感到寒心 知情人士透露 海通证券和其他国有券商最近要求员工上缴护照 依须员工被告知 监管机构正在审查首次公开募股和其他融资活动 随时可能被传唤接受问话 持续的清晰带来了行业恐慌大陆A股上市公司掀起高管辞职潮 据不完全统计 从8月份到现在27个工作日 A股上市公司已经发布了超过1100份的辞职公告 近年来中共高层推行所谓的共同富裕 金融专业人士被减薪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奖金也被取消 台湾中央大学竞技系教授邱俊荣表示 最近中共提到国家战略要高于过度的追求利润 非常的匪夷所思 几乎所有国家都不会听到这样的话 行业要获取利润是透过市场竞争来做到的 但是一个国家现在居然是去抑制利润过高的行业发展 他说无论是在欧美日本通常金融业 都是高获利和高新的行业 但是在中国在所谓共同富裕政策之后 只要是高获利行业通常都会受到特别的注意 老种程度有点把金融业的人视为扣筹 赚更多的钱好像非常罪恶 在这样特别奇怪的体制之下 也导致很多金融人士觉得躺平是比较好的选择 敢于冒险的企业家乐观情绪被中共党的管制系统侵蚀了 一位上海的连续创业者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 现在没有什么理由去创办公司 我们为什么要冒险 我们已经经历五年的创业失败 美国驻日本大使拉姆伊曼纽尔在私自媒体节目中指出 中国的经济结构依赖于企业家精神 并且基于世界对中国未来的信心 以及愿意投资中国的前景 伊曼纽尔表示 虽然中国拥有强大的创业文化 但他习近平却摧毁了这种企业家的创业精神 在破坏企业家精神和执行政策的过程中 他也削弱了世界对中国的信心 根据三位不同的风险投资高管的估算 中共国有基金目前已经占据了市场资本的80%左右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创新专家表示 党国正借助反腐的背景 逐步接管出床企业 他指出 这于风险投资的核心精神背道而驰 因为风险投资本质上是针对高风险高潜力的企业进行投资 红色轮盘的作者前房地产大亨沈栋指出 政府对私营部门施加了严厉的控制 沈栋进一步解释道 即使是成功的企业家 他们也可能会受到严密监控 无法将资金转移到海外 并且他们的交易和公开声明都会受到审查 这是因为他们的财富被中共视为国有资产 据陆媒报道 中国知名食品饮料集团娃哈哈的创始人 董事长宗庆后去世后 他的女儿宗富丽在接棒145天后于7月中旬辞职 在网传的辞职信中 宗富丽称杭州市上城区政府及杭州娃哈哈集团部分股东 就其本人自宗庆后董事长离世后 对娃哈哈集团经营管理的合理性提出质疑 这使本人无法继续旅行 对娃哈哈集团及其控股公司的管理职责 因此本人决定自即日起辞去娃哈哈集团副董事长 总经理职务不再参与其经营管理 旅居美国的原中国企业家虎丽人认为 宗富丽把经营权让出来 在这个企业里面就没有话语权了 最终所有的企业都向着由地方政府来控制 其实这就是这个企业已经被共产党拿下了 他表示中共以各种手段各种民意打击民企 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些企业的老板最终交出企业的股权 民营企业的股权被剥夺现在是一个公开的事情 私转工是一个大方向 近十年来中国民营企业遭到严重的打击 许多企业家及家人遭到打击 资产被官方掠夺 被与中国良心企业家的孙大午 因为维权活动而于2021年被判刑18年 他的家人及公司高层共计30人被拘留 孙大午曾经领导的大午集团曾跻身中国500强私人企业之列 其资产价值超过了50亿元人民币 然而官方对这些资产的估值仅为6.86亿元 并将其拍卖给了一家刚刚成立三天的公司 中国风险投资公司可利用的资金值正在缩小 投资者现在认为与中国接触的风险太大 已经开始远离对中国的任何投资 包括外国投资者 中国富人和企业投资者 都一直在撤资或减少对中国的投资 一名投资者告诉金融时报 以前专注于亚洲市场的美国有限合伙人 只对中国基金感兴趣 像印度这样的其他市场几乎无法引起他们的关注 但现在我们就像麻风病人一样 他们都不愿意靠近我们 许多基金正在缩减在中国的投资规模 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称 字节跳动的投资者 圆马资本去年从150名员工中裁减了50名 而知名的基金红杉资本 前称红杉中国和高领资本 也减少了在中国的办事处数量 即使是北京认为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行业 也难以吸引投资 根据IT局子报道 2023年生物技术和制药初创企业的融资额 较2021年的峰值 1330亿元 下降了60% 据公开文件和多位知情人士透露 红杉资本 高领投资 五元资本 真格基金 DCM风险投资 线性资本 顺维资本 原生资本和 启明创投等公司 要么增加了对海外市场的投资 要么更加积极的在美国和欧洲等地寻找交易机会 一位上海的高管表示 人们正在用脚投票 并质疑中国风险投资 是否还能恢复往日的繁荣 他补充道 由于其团队和投资都集中在中国 他别有选择 只能是继续留下来 就像在泰坦尼克号上 当船开始沉没时 只能无奈的会受告别 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 8月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第二季 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负债减少近150亿美元 这是有记录以来 这个数据第二次出现负值 且外流的金额高于去年第三季的 121亿美元 这一数字凸显了国外投资者 正在大幅的撤出中国 彭博社报导指出 如果今年剩下的时间内 中国外资直接投资负债持续减少 恐将创下1990年有记录以来 首度的年度禁流出的历史记录 第二季度的数据反映出 投资者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悲观 报道说 外商对华投资 在2021年达到了 创纪录的3440亿美元之后 近年来出现了下滑 中国经济持续放缓和地缘政治紧张等因素 加速了外资撤离中国的步伐 另据日经新闻报道 今年第二季度 从用于工厂建设和并购的资金来看 从中国流出的金额 超过流入的规模 这是自1998年有统计以来 第二次出现负值 且资本外流超过了2023年的7月至9月的121亿美元 中共商务部早前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 外商直接对华投资创下了自2020年新冠疫情大流行爆发以来的新低 与此同时 中国的对外投资则创下了历史新高 今年第二季度 中国企业向海外投资710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80%以上 今年来 中国企业一直在加大向海外投资力度 将资金投入到电动机车和电池工厂等新型项目中 中共外汇管理局的最新数据还显示 衡量中国贸易顺差的异常指标继续增长 第二季度达到了创纪录的870亿美元 此外 瑞银发表的最新报告也显示 全球前40大投资者包括主动型及被动型持股 对中国股票的持股水平创10年来新低 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2023年调查 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企业 在过去的一年中减少了或暂停在中国的投资计划 他们最关心的是地缘政治和国内政策 美国律师事务所今年迅速缩减了在中国大陆的办事处 根据Lypad Solutions的数据 美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的员工人数 从2022年的643人减少到了今年7月份的545人 前中华民国财政部长延庆章表示 整个中国经济各方面的因素造成了外国投资 在中国已经失去对中国市场的肯定 所以外国企业基于全球布局的考虑 外移出中国 最近修正通过的反间谍法 间谍的定义更为扩大 然后内容又很笼统 这使得外资企业觉得到中国来投资 可能我的高阶人员在中国会涉及到很多人身安全和言论不自由 台湾财经专家黄世聪表示 现在包括说像加拿大企业或是美国企业 他都要求本国人没必要尽量不要去中国 那既然人都不能去中国 你资金怎么会去呢 所以这个有很多本身的结构 还有这个没法克服的问题 中国没有了外资出口就会减少 出口减少经济就不好 经济不好的时候外资就更不会去投资 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黄世聪认为外资投资下降 中国房市低迷 连地方债务都亮红灯 每个环节都陷入恶性循环 目前中共当局也找不出 结束恶性循环的办法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惠眼看中国 欢迎订阅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